就会用这个topic Behavioral Finance 就是study section 3 一样,1和2就是ethics study section 1 和你们之前读的ethics 都是第九版的 standard and practice handbook study section 2 有些人没见过 有些是standard 但那里也很小 下一个topic就是Behavioral Finance 好,通常你可以说 占个考试的2-3% 其实我讲这个session 就很有趣,因为这个session 不是太难的 其实这个session你问我就是送分 如果你肯读的话 就得到分,如果你不肯读的话 就多人得不到分,所以其实 这里是一个比较送分的题目 一个topic Level 3的相对比较浅一点 我讲过,usually 例如in essay session in exam 就是早上考你 很多时候就会给你个case 问你到底里面的behavior是什么 或者反过来,甚至考definition 问他的behavior 请你define它 到底会带来什么consequence 都会考你 在Level 1,Level 2 其实,特别是Level 1 其实一个session 叫Portual Management 当中来讲,讲到一些理论 就是MT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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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用些什么呢? 就是一些... 我们用一些... 我们用一些... 我们用一些股票的characteristics 就说是一些good investment 那很多时候我们做的... 那用个例子是什么呢? 比如HSBC,汇丰 是不是很investment? 是不是很investment? 答案就是... 当然,我们没有一份research report 在前面 但是你发现很多人基本上很偏见 是like HSBC的了 因为跟香港一起长大 跟我们很多人一起长大 第一个银购户口在HSBC开 或者譬如Google Google经常都上网 譬如我自己用Google的 我很喜欢这个网站 于是我自动就判断这个good investment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的tendency 就是good companies 或者successful companies等于good investment 但是请问你good companies 等不等于stock undervalue 因此很多时候是相反的 因为good investment 大家都是like的股票 对不起 通常来说一些good companies 就往往是大家很like的公司 那like的公司 通常大家都会买这些股票 所以good companies的股票 通常来说很多时候是overvalue 大家都是like它 所以反过来说 你应该买什么股票呢? 就是bad companies bad companies股票 tend to undervalue 因为没有人like它 而股票也扔出去 所以才是投资机会 所以就说 结果ofrepresentativeness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有些股票 例子 before08年 很多香港人 最喜欢持有银行股 工行、商行、匯豐、渣打 通常这些呢 通常这些年纪大一点的人 银行股又会派 又会升值 就是好investment 就是banking 即他不管股票质素 simply equal equal finance the bank banks equal good investment 他没有做过due diligence 这个也是属于representativeness 于是乎有个情况 我们说出了momentum strategy consequence 刚才说过 公司新产品越多 新产品越卖得 那我们就 经常上报纸 经常上电视 很多产品很受欢迎 那投资者就会买它的 那越买的时候 股票越升 于是大家就 越升越多越多人买 那这样 就发生了momentum 这个就跟 tech analysis momentum investment有关系 第二就是 投资者 是对自己很有自信心的 他们觉得自己的资讯是很正确的 in fact 就是说 他们觉得 他们比其他人 都是better 去interpret the information 那有什么 其实很多studies show 投资者有这个 behaviour 那一个例子 你问10个投资者 问他赢了大市 就是哪个market 10个里面 有10个都说是beat the market 10个投资者 都说10个是beat the market 那我想问你 如果10个是beat the market 那谁是underperform market 那么据我所知 一个market里面 都一半人 一半人beat他 一半人underperform他 对不对 但是呢 很多恐竟告诉你 你问个个散户 都说跑赢了大市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直接很充满信心 他觉得 他们 would understand the market 就是看几份报纸 看他头条日报 就很知道怎么选择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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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设定了一个很 narrow的 confidence interval 就是说 for example 你对某种股票的看法是多少 他说 这个股票 就明年会升八至十百分钟 他们觉得 对股票的估计很准确 是很 narrow confidence 但是往往他们出来的结果 就是出来的结果 是超过这些range的外面 在confidence interval外面的 所以出来就有很多surprises 就是股票 无论大升和跌 都超过他们的想象 超过他们的预期 通常当然 unfortunately 很多时候跌那边 他们想着股票 最多就是跌5% 但是很多时候 结果就跌了10%出来 或者跌了15%出来